歡迎收看8891汽車頻道 我是阿姬 我是伯伯 我想大家今天看到後面有兩台車 就知道我們今天要來捉對撕殺了 沒錯 那今天捉對撕殺項目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來做LV2駕駛輔助機能的對比 可是LV2駕駛輔助配備 應該不只有這兩台車 像CX-5、RAV4、CRV 應該也要來到現場才對 我們現在在做捉對撕殺的時候 其實我們去找說 產品訴求以及客群最接近的兩台車 比如說這兩台車 他們在價格帶的設定上 都是目前中型SUV裡面最實惠的 另外在駕駛輔助機能方面 也是在中型SUV裡面最齊全的 所以相對來說在市場上 它可以說是CP值最高的兩台車 所以我們這次也要來深入分析一下 這兩台車的駕駛輔助配備 那這次分成六大項 分別有像ACC的加速、減速 車道維持的直線彎道 再來就是車輛被插對時的反應能力 那最後就是辨識標線的能力啦 哇 今天要測這麼多 對啊 沒錯 事不宜直嘛 正天就還好 不然等一下要執行雨天備案 雨天是因為跟你開車吧 才不是好不好 ! 就讓你推動一下 在這輛車上 你們是去做汽車 在入口中的問題 從西陽佔在一起 這是我們要用端子的筊子的封存 到很多的水平 找周獨立誹 我們要用端子的手 然後讓我們把嘴巴 我們終於車完了 我們今天行程真的很密集 而且天氣這麼好 所以我們今天測試的速度也算蠻快的 那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我們是分別帶來兩個不同的角色 我是駕駛者 那佩佩是乘客 這兩台車的駕駛輔助機能 作動起來到底有什麼差異 那我們一個一個來好了 比如說ACC加速先來好了 好 以乘客的角度來說 其實我坐在後面兩台車 還是有加速的感覺 比方說70到90 我覺得Toussaint L的加速感明顯 比Cuga多了許多 我覺得它有點像是那種 台灣人開車的習慣 但是前面碰一大段的時候 我後面的車輛想要加速追上去那種感覺 那Cuga也有一點點明顯 可是我覺得Toussaint L對我的衝擊感是比較大的 的確 就像你講的 這樣買的車在70到90加速的時候 它確實加速感都是蠻明顯的 但是它有兩個不一樣的地方 比如說Cuga Cuga它的提速初段的時候 它會比較明顯 所以你會感受到它的加速 但是中後段它都是用合款的方式 那在Toussaint L就像你講的 很像台灣人一般開車的方式 只要一有空檔 我就要急加速追上去 所以它感受的確實是比較明顯一點 對 在加速感上 相對來說坐在車上的人 他會覺得說 這時候的車子好像是有一點急髒 對 我就在觀察說什麼事發生什麼事了 再來是ACC減速 減速的部分其實跟加速是差不多的 也是Toussaint L比Cuga還要明顯 但是這兩台車其實在減速的作動上 我覺得有一點不太一樣 是因為我覺得Toussaint L 它是第一下踩下去的時候 我的感受上會比較明顯有一種 往前傾 然後那個重心 乎養那種感覺坐動比較大 但是Cuga的話 它就是有一點點煞車感 那接下來就比較平順柔順了 因為像Toussaint L它的懸吊設定 是比較偏軟 因為它本來就是比較注重舒適化 所以它行程比較長 那如果說是相同的踩踏力道的話 Toussaint L它的浮揚感會是比較明顯的 但是這兩台車的剎車坐動方針 其實有一個蠻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都是90減到70 Toussaint L它是只踩一次 它就要降到70 但是在Cuga上面 它可能踩兩次到三次 它會先踩一下 稍微大力一點 然後放開 然後再踩一下 所以我個人是比較喜歡說一次坐到位 你說一次坐到位 可是我後面乘客反應就會比較大 我就覺得 怎麼加減速的感覺那麼明顯 那主要也是因為它懸吊比較軟 所以踩相同的力道 在Toussaint L上面你的感受會比較明顯 所以這個就是駕駛跟乘客不一樣的地方 好那我們看第三項 就是我們被插隊時的車輛作動反應 我跟你講老實說啊 今天的那個插隊車啊 又是很快的剪線 但我覺得在憧憬感上面 就是我的視覺感會有點怕怕的 可是其實啊 我坐在後座都沒什麼感覺 嗯確實喔 其實我們從後面上來看 會發現說 我們插隊車它其實是剪線剪得滿緊的 但是這兩台車在實際的作動上面 沒有很明顯的差別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的作動方針到底差異在哪裡 OK 比如說KUGA 車輛插進來之後呢 大概一秒鐘左右 它就會顯示說前面有車輛 但是這時候它不會立即有反應 它會去觀察說前車如果有解駐 它才會開始降低速度 對 所以說呢 還是一個蠻衝龍的狀態 好那看圖上L的部分 我相信你坐在後座 它的感受應該是類似 都沒有一個很明顯的反應 都是算衝龍的 但是 當我坐在駕駛座的時候 其實我可以感受到一些差別 就是 當車子插隊進來之後呢 圖上的系統 它很快就偵測到了 它的車輛圖子很快就亮起來了 那這時候呢 它會去做一個煞車加壓的動作 你加壓我這邊真的感受不到 對 它會稍微有一點點點到煞車 然後準備說前車是不是可能要結束 我要預先煞車 但是呢 它也是一樣 我會先觀察前車的動態 只是說它希望呢 在煞車的時機點部分呢 它可以做得更短 那這樣的話 我們綜合一下這個ACC的反應啊 你覺得這兩台車比較喜歡哪一個 這兩台車喔 因為我對於ACC做動 到底夠不夠吸引 其實我是滿在意的 但是呢 其實這兩台車 加速的反應是口感比較好 可是減速的反應呢 我個人是認為土桑L比較好 所以其實我應該各有所好啦 但整體來說會是 KUGA稍微好一點點 我的話 乘客標準我覺得是KUGA 因為土桑L給我的那個 整個復仰感太明顯了 所以我坐在後面 因為我覺得我在睡覺的時候 可能會被這個 煞車加速給驚醒 雖然說它沒有真的作動這麼明顯 可是就是這樣 兩個比較起來 我比較喜歡KUGA的作動反應 確實還是會有差異 OK 那我們接下來看 車道維持系統的作動反應 好 那車道維持的話呢 我們就分成直線跟彎道嘛 那我先來講直線的部分 我坐在後座啊 其實我覺得在視野感上面 因為我就先看你的方向盤 有沒有一直維修維修維修 那老實說我覺得兩台車 都算蠻穩定的 對 那像我覺得 塗上L的話呢 它就是一直都是自中的狀態 然後偶爾偏右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我蠻喜歡 它的作動反應的 那KUGA的話呢 就是偶爾偏左 偶爾偏右 又自中 但是沒有到很明顯啦 對 就偶爾偶爾 所以兩台車我都蠻喜歡的 其實如果說 就直線的車道維持穩定度來說 我覺得兩台車都是蠻不錯的 對 但是這兩台車 它的車道維持的作動方針 其實有一點差異性 比如說KUGA KUGA它是比較偏被動一點的 當你開啟車道維持之後呢 你可能會發現它好像有點偏右 對 或是說有時候有點偏左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手動稍微調整一下 我現在要居重一點 我可能要偏左一點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去調整 調整好之後呢 它就會盡量維持在你剛剛設定的路線上 對 但是呢 在塗上L上面呢 它基本上 它會希望你是維持在車道的中間 當你在塗上L開啟車道維持功能的時候 它大部分都是在車道的中間 不過偶爾啊 遇到一些比較 有趨度的時候呢 它還是會稍微偏左 會偏右一點 但是它的作動方針是比較積極的 讓你維持在車道中間 所以它就是要一直干涉你方向盤 就是你 你就是方向盤有點偏了 它就趕快移回來 我會比較喜歡被動式的 被動式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調整 對 因為我不喜歡車子一直轉為方向盤 雖然說塗上L它在轉方向盤的時候 其實也算是細膩 但那就是一種車子被人家操控的感覺 我個人不是很喜歡 我是喜歡置中啦 所以真的每個人喜歡都不一樣 你現在是趁端告白 我沒有 這到底不要誤會了 好那接下來啊 就是車道維持的彎道部分啦 那我從後面看啊 其實我覺得在彎道裡 兩台車啊 作動方式蠻像的 也很穩定 但是呢 它們不會一直置中 它們都是比較偏左 或比較偏右 對 它們都還是會有多多少少 會有這樣的情形 不過呢 就跟我剛才講的啦 它的主動性跟積極性 還是有一些差別 比如說在KUGA上面 你會發現呢 它離標線會比較近一點 因為它作動方式比較被動 它一定要真的 跨路律標線了 我才開始來修正 那在塗上L上面呢 你稍微拼一點 它就會開始慢慢的修正 但是呢 這兩台車的彎道的維持率 我覺得老實說都不算很強 以我們測過的特斯拉也好 Focus也好 這兩台車的彎道維持表現 都不算強 基本上都是走一個輔助的角色 對 那我這邊要補充一點 就是我發現啊 PUSSAN L在過彎的時候 它有一種晃動感耶 在後座的時候有明顯的感覺 對 那這部分呢 就是它們兩個方向盤作動方針 也有一些差異 比如說我們進入彎道之後 我們在轉動方向盤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我盡量細膩嘛 對啊 讓我的路線可以滑順的過去 那車上也可以做得舒適 那當你進入彎道的時候 這兩台車的方向盤作動方針 都是夠細膩的 對 但是離開彎道的時候 COUGA呢 是維持一樣細膩的方針 慢慢出去 但是呢 在塗上L上面呢 離開彎道的時候 它會稍微放一下方向盤 然後這時候你會出現 車子也比較明顯的放動感 可以維持它正中間的位置 對 它會放開一下方向盤 然後再修回來 所以這時候呢 你就比較容易感受到 車子放了一下 導致乘客後面感受很明顯 對 確實這是它的差異 這要出彎的時候 彎道的時候 方向盤真的要握好 所以說大家在使用這些駕駛輔助機 才要注意哦 一定要進入彎道的時候呢 提高你的注意力 對 因為它只是輔助 那接下來最後就是 辨識標線的反應能力啦 那這兩台車 我覺得在辨識標線上 因為我坐在後座 基本上啊 我覺得應該都是蠻穩定的啦 那你覺得咧 因為我們這次測試的環境 一樣有進出隧道 它明暗落差是很大的 我發現這兩台車 它在進出隧道的時候 它的反應能力都夠快 然後它也不會說 出現一個突然辨識不到的情形 對 但是呢 它確實在辨識的時間差上面 還是有一些差別 比如說我們用體感來看的話 對 如果說是在 圖上L上面 你只要開啟車道為止 它基本上 馬上就會辨識到 你看線馬上就會亮起來 對 但是在KUGA上面 你可能要等個大概一秒左右 它才線會亮起來 慢慢抓 代表說它車是辨識到標線的 但是我覺得至少在進出隧道的時候 他們都沒有明顯 抓不到標線的情形 對 所以就標線的辨識能力來說 我覺得都是合格的 那雖然說啊 這兩台車它的標線辨識能力 都是及格的 但如果說呢 你跟高級品牌 比如說雙B奧特的系統比較起來的話 你會發現還是有一些差別 比如說它的虛線辨識能力 就沒有那麼強 對 尤其是一邊是實線 一邊是虛線的時候呢 它基本上都會依照實線的方向去走 那這時候呢 你就要特別注意說 你要提高你的注意力 握好你的方向板 握好方向板 對 沒錯 不然它有可能 在這種路況下呢 它會稍微有一點便宜的 而且在晚上的時候也要特別注意 尤其這種晚上很暗啊 高速公路上 看不到那個標線的時候 也真的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啊 像下雨天啊 照明情況不好啦 這時候呢 大家還是盡量自己開車 不要過度依賴駕駛輔助系統 沒錯 這個非常重要 那車道維持的部分 你會比較喜歡哪一台車啊 我的話嗎 其實整體來看的話呢 我應該會比較喜歡 KUGA的系統 因為KUGA的系統呢 它是比較被動一點的 然後我可以自己控制 我要在車道的哪一個位置 對 然後它也不會一直去轉我的方向板 因為我真的不太喜歡 車子去轉我的方向板 嗯嗯嗯 這個就是真的蠻符合你喜歡的特性啊 那像我的話 我喜歡也是KUGA 原因是因為Tosan L 它在彎道的時候 有那種晃動一下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對乘客來說是很明顯的 所以我覺得在車道維持的部分 對 我比較喜歡KUGA OK OK 好 好啦 那最後最後呢 就是我們測這個駕駛輔助配備的部分 還是要呼籲各位觀眾 不要過度依賴駕駛輔助配備 那手要握好你的方向盤 對啊 尤其是像下雨天啊 或是照明效果不好的路段喔 盡量還是自己開車喔 這樣還是比較安全一點 沒錯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評測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那各位觀眾 還想看我們做什麼評測呢 那也歡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汽車 小鈴鐺記得打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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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